又到了要准备年菜的时候了 你知道红烧狮子头和四起丸子的差别是什么吗 今天我们就来煮国宴菜红烧狮子头西北盒架 选这种硬三层肉 我比较喜欢肋骨的位置 红烧狮子头肉一定要手切 所以这种硬五花就比较方便操作 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切小平 大概0.7至0.8mm大小 这样才会保留我的口感 切好的肉燥分多次打鸡汤 向一个方向搅拌 大概转个三五圈抓起来摔一下肉 增加肉的筋性打出胶质 或者有厨师搅拌机 用机器会比较不累 打成这种可以抓成一块球就可以了 太过火就没有口感了 加一些玉米淀粉搅拌均匀静止于混 放一点冰糖炒糖色 变色之后葱姜放进来一起炒 用葱姜来控制糖色 同时也有香腺料的味道 不用炒到完全焦糖色 红烧的料理回口甘甜比较好吃 加水 酱油 五香粉 胡椒盐 煮滚之后这个卤汁就好了 今天还特别准备了老妈家的年菜 接下来是农年 金龙富贵家传团圆 这次的年菜呢 有去年教你们的四季发财东坡肉 吉祥 荷香 珍珠鸡 福气 高粮香肠 等盘的部分有大家超喜欢的 绍兴如意醉鸡腿 今天特别准备了金龙富贵酸菜鱼 鱼业龙门年年有余 四季发财东坡肉 整块的三层肉 肉质软嫩 酸胶胶脂 用文火炖煮 酱汁均匀入味 必败经典大菜 吉祥 荷香 珍珠鸡蛮有意思的 台式的年菜基本少不了油饭 这种荷叶鸡会有荷叶的香气 里面是糯米和鸡肉 搭配一些香菇 咸淡黄腊肠 包在一起蒸 糯米粒粒分明 鸡肉鲜嫩多汁 这个绍兴如意醉鸡腿 去年回国率超高的 严选台湾的土鸡腿 肉质甜美 陈年的绍兴酒腌制 浓郁的微醺香气 传统的古早味香肠 用台湾猪肉和陈年的高粱罐制 口感扎实 多汁香甜 金龙富贵酸汁鱼 今年特别增加的菜色 用川式的酸菜 和丰富香料熬制的汤头 搭配这种很会吸汤汁的 宽粉和豆皮 严选肉质弹嫩的鱼肉 搭配了一点富汉油脂的猪肉 可以最大的提升鱼肉的甜 增加香气 每一口都酸爽带劲 麻辣鲜香 清爽而且不油腻 好吃就开胃 四指头差不多了 捏成一个圆形 丢进来油锅里面炸 180度的高温 迅速的让四指头定型 只要炸到定型上色 就可以捞起来了 然后放进来煮的汤汁里面 滚火慢煮 一个半小时起跳 煮好的四指头超级软嫩 用一个汤匙盛起来 汤汁勾芡 然后淋在四指头上 伯爷名菜红烧四指头 安逆得喝 肉吃起来会有颗粒感 四指头的口感还是超级软烂的 如果不急着吃 煮好之后 泡在汤汁里面 隔天再吃 喜本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